智能时代不能落下老年人 在行中的六岁的女孩 快快就用自己的暖心举动 拉着外婆向前走 因为和外婆相隔两地呢 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 快快就给外婆守绘了一份说明书 这一份可可爱爱的说明书 是快快花费很长的时间才画出来的 她希望通过说明师书 教会外婆如何通过电视 与她的儿童手表来连接进行视频聊天 智能时代老人该如何 跨过数字鸿沟有的时候 亲情真的是一份很好的说明书